红达电小米机不约而同 选在同天召开了记者会 因为红达电预计呢 6月份要在亚洲市场 还要再推出一款新的手机 现在小米机的部分呢 新产品很多 也出了平板电脑新产品 就是要挑战苹果的iPad mini 大陆品牌小米一口气连发两款新品 这款冲着苹果iPad mini 而来的米配 后称性能和价格比iPad mini强 采用友达面板 而处理器和前后置照相镜头 也宣传强过iPad mini 代工厂和苹果一样 找上红海旗下富士康 我觉得智能手机最最重要的 实际上是好的产品最重要 就是产品的体验 软硬件的感受是第一位的 我觉得价钱是其次的 另一款新品主打4K超高画质的 小米电视2 49寸显示面板 重量只有12.9公斤 同样选择台湾大工厂 伪创合硕操刀 目前还没有计划考虑 进军台湾市场 嗆瞎三星 在大陆推出的48寸 4K电视 其实大家知道小米机 有很多的台湾的产业 跟产品商的支持 不为过分的讲 小米机是小米和台湾 产品一起打招的产品 选择同一天举办新品发表的 还有宏达电影 英国伦敦亮相 HTC One Mini 2 4.5寸萤幕和M8相同 采用金属材质机身 相机1300万像素 预计6月在亚洲上市 第二季开始科技新品齐发 相互较劲 夺版面 抢人气 火药味十足 林桑出付 台湾到